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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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知道因为有比方说我在那个网站把我放在首页上 然后他下了一个标题是让我觉得很不舒服的 他说的是说我说内地航空业很不专业 很多人看了这个标题呢就直接在我的博客上骂我 什么你滚回去坐你们家的飞机啊 或者不要来我们家玩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那时其实觉得有点受伤 然后呢 两年前发生一件事情是 我有我刚好奥运 然后呢大家都急在北京的时候 我想说那不我出去走走吧 所以我就去想去西安看一下兵马友 然后呢要坐飞机的时候呢 我们过那个海关你在海关那时候人都特别多特别多 然后那个动线不知道安排的不是很好 前面突然就有人插队 然后有一个人插了队之后呢 后来发现那边有个空隙 就一堆人都过去了 然后跟我一块同行的朋友呢 不高兴了 他就想冲上全去理论 我就拉着他 我就说算了 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习惯吗 哎呦宝爷 哎呦我跟你说 你知道吗 我说完之后我还不觉得 我上飞机我立马就哭了 我太难过了 你知道吗 我就想说我怎么了 你知道吗 这不是他呀 你知道过去他在我们的节目 这是有名的侠女十三妹啊 他们家的人呢 其实有点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的意思 你别看是个女的 所以要不说今天阿宝来呢 也是因为 不是因为我们节目有有有有有有有 你情动员啊 确实是因为出了这么件事 而阿宝又觉得呢 真是这个让人太不平了 我朋友马先生怎么评论 最近嘚嘚嚷嚷的满世界都动了 新疆智障包身工 我们先看看两张照片啊 你瞧 拿一些什么从四川饭来的啊 这个这个智智智障的这么一些人 人士吧 让人家这个当工人 说跟狗在一个盘里吃饭啊 还在没有工资 你瞧瞧这个这个弄成这样 这个厂的厂长啊 现在是已经被抓了 因为新疆这个领导张成贤啊 亲自批示 就说这个是可忍输不可忍 一定得把他们给延办 但后来说是在什么四川渠县 还有的人有一个什么残疾人的收拥所 其实就是个非法机构 专门收集这些个俗称的所谓疯子傻子 什么残障人士 然后又把他们发包出去做包身工啊 马先生怎么评论他 这这事我听到时候我觉得 我们简单的用愤怒 已经不能去解释这种事了是吧 因为这种事我觉得有个 但分有个良心 有没有正义感 你有个良心的人觉得 这是个非常引起容易引起正悟的事情 那我们要考虑这个事情在今天 他不是退回几十年出现 在今天 大家觉得不可以再出现这种事的时候 他应该说不是规模很小 不是时间很短 我看了一下那个报道 说的已经很多年了 最后中圈的人忍无可忍 去报案 如果没有这些人报案 没有人知道 那首先我们要考虑谁失职 这里一定有人失职 对不对 这个另一连条怎么形成的 怎么能在今天这个环境中 能够形成这样的事情 我们想过没有 就我们这个生态 为什么逼着这些人走这条路 不是你要考虑他 他不如果说他有很合适的劳动力 他不会使这样的人 对不对 他可以不要钱 没有没有 不是我其实我所以刚刚那个 你刚说不要钱 其实就差不多这个意思 虽然我在看那个报道的时候 那个老板娘说 我们可是有给他钱的 我们其实帮助他的就业 对他给中间人钱嘛 对他给了那个什么收索的钱 但他说什么你知道吗 他说我一年给他们2000块 嗯 一年2000块这是什么劳动力啊 这意思就是说你之所以用这些人 然后一方面 一你还觉得做善事了 你帮助人们就业了 因为他们可能在市面上是 没有正常的工作机会给他们 所以其实你给他们一个机会了 可是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 我觉得他们就贪小便宜 这一是贪小便宜 因为其实你要一定要把成本压到最低 对 你才有最大的利润嘛 嗯 第二就是他们认为残疾人跟 我不要讲畜生就跟动物 其实同一个等级 因为只要他们不管是身体上有哪里残缺了 其实你说他其实当然标题写说他们跟狗用同一个盆子吃 可是其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因为你你你你不如我们 所以你不是人 所以你就你就把他当马也好当牛也好 只是因为他们可以占两条腿 所以他们可以拿2000块 对 你说他呀 就是说还真能让这些人干活 实际上呢 他就是弄来过几波 有的人就是这个智障的程度啊 那大概根本就没法使唤 他还要给退回去 说这不能干活 不能当劳力 等于说在这次发现十几个工人 好像说至少有九个 是智力方面或者认知方面 存在不同障碍的这个人士 但是基本上看来这个程度啊 还是能在他的腰和底下 听他干活 因为记者采访这些人 这些人说嘛 说你只要听他的话 他不打你 对他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就是一基本的叫他智障 他分程度嘛 因为我们你知道我们国家的残疾人的数量是非常大的 这是惊人的一个数字 就这次这个残奥会啊 他这个新闻公布 那天我一天我都愣了 说我说这些运动员代表着八千万个八千万的残疾人 你知道我们八千万 那很多国家都没这个人数 对 所以他那个中国还能玩古董的八千万吗 对 他是一个庞大的团体 这个团体中的有很多 他说有的人是可以自理的 就是自己能照顾自己的 有的人是有工作能力的 甚至有的人还能问为国争光 你像这次这个残奥会现在正开着呢 对不对 那很多运动员我的呢 我说咱全哥的全头我游泳 绝对游不过那些一个胳膊一个口 游不过他 他比你还强嘛 这是一部分人 另外像智障 智障 它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团体 这智障有两类哈 一类是先天的 还有是后天的 后天就是精神 精神积换 我碰见过就这么一个人嘛 这个人跟我聊着 他聊着他那天我跟他聊半天 突然他说我是残疾人 然后我说我看你这没毛病 他说你看你不信我给你看 他啪就淘出一个随身证件 然后证件是他就有残疾人证 那个证件上下面写着 他这个残疾的项目里是精神疾患 嗯 他说我随时可能犯病 就是会变得不认识你 或者说就不能再说这个 就是很中全的话 他说我不会了 但是我现在是好的 他就跟我直说 那人一点不避讳 我当时就多少 有点就是有点不知所措 就是不知道跟那个人 是不是能继续往下交流 就是因为我没受过这个训练 不知道怎么对他去说话生话 就是一句话说不好 quindi我私钻灮烈谱 在把人家这样焦烈病 那不就不好了吗 所以那天我就退了 但我必须要说我面对正常人说话也是要小心 대한 你无论 我我 报道就说他说那个老板娘说 我们还给他做的饭有肉 然后把那个吃面条 然后那狗都过去跑到锅里说先轰了一下 这个狗走开了 一会狗又过来就去舔那个锅 有问题 这个不仅仅我们说它是一个 良心人性的一个米面 不简单是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大家看得见的 你这么使用一个人 不要说你使用动物 现在都不可以超出一定的负荷 没错没错 你这种没有劳保 他拿一个破布一弄 那个人那个样子 我怎么看着就惊心 而且他那个有毒啊 他这个叫什么什么丝的那个绿色化工 叫粉尘 生产白大白粉 对对对 很容易让你最后成吸肺 就是你肺不能活动 最后到死亡 没有人去保护 那么我们就要 就是第一个层次 我觉得就是除了我们 大家能看到的这种人性的米面 更第一个层次要看到 当地的一个监管 对吧 当时这层层谁去管了这个事 这个东西是公开生产的 他使用人 他不是都露天 咱看那照片全是露天拍的 不是说你看不到的一个地方 这是一个层次 第二我们为什么会形成这个局面 不仅仅是监管 还有一个生产的一个恶性的竞争 我相信这个老板不是发大财的 发大财他绝对不干这个事 他挣不着多少钱 对 肯定了吧 他绝对不是一个腰缠万贯的人 他使这个事 他没有 他一定也挣不着多少钱 他也是在社会底层挣扎的人 你要考虑到这个层面 他为什么要使用它 他尽管有良心这个问题 他还有其他的社会压力 我们考虑过没有 你的意思是说 就是中国这个产业链 在有些地方存在一种 就是把成本压到最低 对 不是低 就是不可理喻 他在就是所有人 就西方人认为 这不可以做到的事情 我们都可以做到 为什么呢 我们所有东西都不计成本 我自己的劳动可以不计时间 我八小时工作 我可以让你压照到 你十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 咱们举一个最简单 我们身边每个人 每天都看到的事情 我们所有的出租司机 我替他们说一句话 每个人都超复合劳动 没有一个出租司机 全国 没有一个出租司机 可以靠每天八小时 每个月二十一天的工作日 挣到自己的基本工资 挣不到 一定要超复合运转 谁考虑过他们 没考虑过他们吧 所以他们其实是生活的底层 我不知道你在北京打不打低 我往往也打低 我们的出租司机是在更换的 越更换越远 就原来都是北京市的 你上来全是北京市 一个比一个能砍 一考音变了 二是路也不认 对 那也就是 这些人不干了 太残酷 这个事 他最终物极必反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现象 是这个事物的争端 就是发现了 你才知道这个事有残酷 有多残酷 但是你今天说 你把这个智障拖回去 你把这个人判了刑 是吧 我不知道他犯什么罪 判了刑 或者说给处置了 但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